一天,我正跟小伙伴们在小区的篮球场上打篮球,突然冲进来一群人,黑呀呀的,不乏稳健。 他们停下后,我才看清原来都是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。 然后带头的一位大妈出来对我们讲,小伙子们,放下你们手中的篮球,不要做无谓的抵抗,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 当时场面挺乱的,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,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 然后我问他们,我说大妈,为什么阻止我们打篮球? 大妈义正言辞的说,小区里就这么一块地方,我们要在这里跳广场舞了,你们小孩赶紧回家去学习,别总是在外面乱跑乱跳的。 这是二狗说道,大妈,我们已经工作了,只见那大妈眼角射出一道寒光,住口,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。 我气愤的说,这里本来就是篮球场,我们打篮球也是为了强身健体啊,少年强则国强。 大爷大妈们一听,好像是这么回事,这小伙子说的有道理啊。 于是纷纷伸出手指,一边指着我,一边对我嚷道,你怎么跟老人说话呢? 爸妈怎么教你的?怎么不懂得尊老爱幼呢? 靠前边的几个大爷看说不过我,好像都要过来揍我了。 看情况不妙,二狗赶紧拉着我就跑。 我听到身后一大叶叫嚣的内喊,以后在篮球场见你一次打你一次,好吧,篮球场彻底无限了,这还没完。 第二天早上,我正做着美梦,突然被一阵黄噪的音乐声吵醒。 我一看条,还没到六点呢,我来到窗边,顺着声音看去,正是昨天的黄长虎大军,一个个的正在操练。 我的天哪,这是要赶尽杀绝吗? 我昨晚做动画做到凌晨两点半,要是放任他们这样下去,迟早有一天我会猝死的。 于是我冲窗下喊道,大爷大妈,篮球场让给你们我认了,但是你们能不能晚点再跳啊? 大早上的人们都没睡醒呢? 还是昨天领头的大妈对我说道,不行,我们一会儿还要去买鸡蛋呢,去玩了便宜的就卖完了。 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声音小一点,你们这样太扰民了。 这时也有其他邻居加入了声讨广场舞的队列,说让他们去小区外边跳。 领头大妈嚷道,在哪里跳是我们的自由,你们管不着。 然后直接把音响放到了最大声,又压倒一切的音量宣示着绝对的主权。 然后业主纷纷投诉,问物业怎么解决,物业说会去协商。 结果不用多说,在大爷大妈面前,物业的劝劫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。 就这么过了几天,广场舞扰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。 我觉得我都快成熊猫了,每天无精打采,听见噪音就头疼。 我知道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刺激,然后跟周围邻居沟通了下。 让他们这几天关紧门窗,我王金条要治一治这扰民的广场舞了。 第二天,我准备了一大包辣椒和一个大功率风扇,早早的就等着广场舞大军。 等他们人差不多了,我把辣椒一股脑的往锅里一倒,就大火干炒。 放一滴油算我输,然后风扇开到最大,对着篮球场人群就吹去了。 我买的是辣椒王,再加上我这么一吵,那光吹出去就好像带着火一样,就从篮球场上传来了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。 然后一个大爷好像发现了我,冲着我窗口喊道,小兔崽子,你干嘛呢? 领头的大妈也发现我了,就开始骂街,说你干嘛呢? 一大早就炒辣椒,你不怕把自己辣死吗? 我回应道,大妈,反正早上也睡不着了,我就喜欢吃辣椒不行吗? 那条法律规定早上不能炒辣椒了,大妈一边咳嗽一边大妈,你个小没良心的,你这是想害死我的吗? 我说大妈,你别这么说,我只是在自己家做早饭吃,以后我只要睡不着,我就吃炒辣椒。 大爷大妈也无可奈何,而且也实在顶不住咳嗽,就骂骂咧咧的散去了。 接下来两天,我每天早上都准时起床炒辣椒,可能大爷大妈自己也觉得骂累了,于是就彻底告别了小区的篮球场。 听说他们去了小区旁边的公园,其实我也明白,这些大爷大妈聚在一起健身娱乐是一件好事,但是要选择再不影响他人的地方进行。 如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那是万万不可取的。 还有,如果遇到这样的事,切记一定不要发生正面冲突,冷静思考,合理分析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。 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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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 前段时间,我出去办事,车开到朝阳路的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车蹭了,事故很轻,就蹭了1.7,应该简单的抛抛光就好了。 我心想如果走保险,明年保费还得上涨,而且我现在有事,就想赔对方500块钱私了算了,可没想到对方刚拿了钱就说他的车是新买的。 修过之后卖的时候会贬值,要再给1000块折旧费,我当然不肯,可是对方仗着自己身强力壮,上来就给我一顿报K,我还没法用过来就被他放倒了。 等我爬起来,那小子已经扬长而去,但是虽然他人跑了,车排号我可记住了,果断报警,警察叔叔一边安排我去医院检查,一边联系打我的那小子,可能那小子想不到,他打的是一个懂得医学常识的人。 我不但耽误了事情,还挨了一顿报答,越想越气,就想给他好好上一课。 到医院后,我告诉医生,头晕,恶心,间歇性意识模糊,身上哪里都痛,于是医生安排我去做CT,我说我好像有点不对劲,要先去一下厕所,护士陪同我去了,难测,护士当然不能进,就在外面等我。 进厕所后,我原地转了四五十圈,直到晕得前倒后歪,然后猛抠嗓子眼,吐了一大肝,然后我大声呼唤护士,他慌慌张张的进来,一看我两手扶着墙,吐得七昏八素,赶紧把我掺了出去。 做完CT,拿了片子,主治医生看完,眉毛一歪,神情严肃,再次重复了之前的问话,这时候我开始胡言乱语,装魂犯傻,或者目光呆滞的看着医生头顶发呆。 然后问他,你刚才说啥,我没听清楚,然后不等他答话,就见邪性昏迷,肝藕,意识模糊。 果然如我所料,医生的诊断结果写的是疑似脑干损伤,脑干损伤可是随时都有可能要人的命,派出所不敢大意,必须马上积压嫌疑人。 那小子一开始还很豪横,这下听说要死人了,顿时慌的一批,马上把他父母叫了过来,他被带走了,他父母则来医院找我,一是想探探虚实, 二是想来调解,他们先去医生那里,听说情况属实,然后吓得赶紧来我这里道歉装可怜,我闭着眼睛没有接受。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,开始亮底牌了,他爸说,小伙子,事情都发生了,我们也很遗憾,要不你看,赔你五万块钱,你写个谅解书,这是就此了结,你看咋样。 我肝偶一阵后,平静的告诉他们,先去查一下脑干损伤的治疗流程,把可能药开炉及后续治疗的医药费、务工费、护理费都核算一下,然后找个明白人来给我谈。 条件满意了,我再写亮解书,到时候生死都不关你们的事,后来他们跟我的代理律师谈了两次,最终谈妥了价格。 至于赔了多少,这里就不说了,反正这些天,我一直在各豪车4S店专用,昨天刚订了一辆大计,全款,没必要分期。 这里再次郑重提醒大家,打人有风险,动手许谨慎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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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大。 三年级的时候,老师告诉我们,喝牛奶能长高,我听了眼前一亮,心想,我长高了,那不就妥妥的高不帅了吗? 到时候,大波浪的小姐姐们都会对我心生爱慕,无法自拔,想想都激妒,放学后,我找到老爹。 爹,我要喝牛奶,我要长高高,老爹想了想说,咱家没牛,哪来的牛奶,猪奶行不行,我想了想,猪的个子那么小,肯定没有喝牛奶长得高,村里就二大业家有一头牛,我还是去二大业家吧,想长高得趁早,我抱着大碗就往二大业家跑,到了二大业家,二狗比我到的还早,我心想,二狗都长这么高了,还要喝牛奶,真不要脸。 二大业出来了,问我俩,火急火了的,这是干嘛呢,被狗撵了吗?我急忙说,大业,我想喝牛奶,我要长高高,二大业一听,露出诡异的微笑,说,你们想喝牛奶也行,去帮我割点草,你们俩谁割得多,就让谁先喝,预备,跑。 于是二狗我俩,疯狗一样往村外跑,然后冲入草地,一顿疯狂输出,我一定要喝到牛奶,早日蜕变成高富帅。 不一会儿,二狗我俩都割了一大捆,争先捅后就往二大业家跑,二大业见了喜出望外,大手一挥说,想喝奶,自己去几吧。 二狗的草多,二狗先来,没办法,我只能在二狗后面眼巴巴地等着,二狗得意地看了看我,伸手就往牛肚子下面一通操作。 可是用了吃奶的力气,牛奶就是不出来,我着急了,一脚踹开二狗,但啥啥不行,看我的,我手伸到牛肚子下面,挤了几下,剑出不来,急得我脑袋一抽,就想直接上嘴去作。 当一靠近,那股骚味差点向我一大跟头,但又想到我高富帅的伟大理想,牛骚味又算啥,我上去就是一顿猛作。 哦,牛可能是被我弄疼了,惨叫一声跳了起来,直接就把二狗我俩顶飞了,横冲直撞就往外外跑去,一个技能就把二大业带走了。 二狗我俩在医院醒来,老爹对我说,二大业家的牛根本就不是产奶的牛,不产奶就算了,关键它还是逃公牛,公牛,公,那我当时做的是什么? 那我当时做的是什么?